各位好 我是飘哥 那么我们今天来聊一下显卡超频 其实我们很早之前就已经做过一次超频教程了 不过那期视频现在已经下架了 内容在今天来看也多少过时了 所以我们今天再来开个新坑 再做一个新的超频教程 第一期我们来聊聊N卡如何超频 这期视频我会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理论片 主要是聊一下影响显卡超频的几个因素 第二部分是实践片 实践片又分为三个阶段 一阶是新手片 这个阶段主要是给懒得折腾 又想尝试一下免费性能提升的小伙伴 这个部分的超频会比较入门且简单 而二阶则是进阶篇 我们会聊到如何释放出显卡的潜力 让你在相对简单的操作下获得比较强的性能 适合热爱折腾 但更想稳定玩游戏 而不是玩显卡的小伙伴 三阶则是压榨片 在常规散热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来尝试压榨它的极限稳定频率 适合想真正挑战一把超频 并且愿意折腾显卡的小伙伴 但注意三阶是有一定风险的 如果你是求稳定的玩家 请不要尝试 那我们开始吧 那么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角 七彩虹RTX2080 Super火神 这是一张高端2080 Super非公显卡 有12加三枪供电 7根热管加上均热板的三风扇散热 双8PIN外接供电 带有一个一键超频按钮 基本上就是一张配置拉满的非公显卡 它还带有一个LCD屏幕 这个屏幕除了可以显示一些比如GPU频率、温度、风扇转速之类的参数以外 也可以通过七彩虹自家的iGameZone软件显示自定义的GIF图片 它是彩色的很好玩 但我相信大多数同学的显卡 并没有我手上这张2080 Super火神这么浮夸 所以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显卡的哪些因素会影响到你超频 第一个是温度 从10系显卡带来GPUBOS的3.0以来 频率就成为了温度的函数 随着温度升高 频率也会随之降低 而且这个频率降低的函数是不能人为控制的 所以影响N卡频率最大的一个因素就成为了温度 这意味着散热性能成为了影响一张显卡性能的重要因素 我们一般能接触到的显卡有两种主要的散热方式 一种是涡轮散热 另一种是开放式散热 在20系显卡发布以前 NA两家的公版显卡多以涡轮散热为主 这种散热方式的好处在于几乎不会影响机箱内部的环境温度 直接把显卡产生的大量热量从PCIe挡板排出去 但问题也正是出在这小小的涡轮扇上 因为如果你想要更多的风量 就意味着你要么有更大的风扇 要么有更高的转速 但是公版显卡为了兼容性 是不可能使用月间设计的 因此风扇的大小只能这么一点点大 这就意味着如果想要好的散热性能 你就需要大幅度的提高转速 也就会变得非常吵 而公版显卡不仅长度有限 厚度也有限 所以散热片的体积也会受到限制 高端公版往往会使用均热板来尽可能提升导热效率 借此来减少散热面积不足导致的劣势 不过散热面积毕竟太有限 效果还是好不到哪去 所以从20系开始 连英伟达公版显卡上都用上了开放式散热 只是散热器的体积相对还是比较保守 严格限制在双槽的位置里 这主要是基于兼容性的考虑 但如果你的机箱空间没那么紧缺 那么高端非公卡才是你正确的选择 非公版显卡的开放式散热器往往都是双槽 甚至2.5-3槽的厚度 而且往往也会使用两个甚至三个风扇的设计 散热片里面也会用上大量热管 我们还是拿这张2080 Super火神举例子 前面说过这张显卡用上了7根热管加上均热板的散热规格 加上3个9厘米的风扇 这种暴力散热方式 想散不出去热也挺有难度的 不过开放式散热也有开放式散热的比端 如果你使用了一台闷罐小机箱 而你又用上了一端高端显卡 那你会发现不管你的显卡散热器多强 温度也很难压下去 与此同时你会发现连你的CPU都跟着一起变热了 所以使用开放式散热的显卡 就需要做好机箱风道 让机箱内部的温度降下去 才能让散热效果更好 最后我还要补充一下 有的时候低温下能够稳定烤机的频率 高温下甚至都跑步完一遍3DBARK 所以温度永远是超频当中的重中之重 第二点是功耗强 其实曾经的显卡是没有功耗强的 比如说GTX480 你甚至可以跑出单卡500W以上的恐怖功耗 然后580加入了一个功耗保护芯片 而从开普勒时代引入了功耗强这个概念之后 显卡终于变得不再那么火热 我们都知道显卡的电压和频率增加 会显著提升显卡的功耗 而功耗强如果不够高 就会导致显卡并不能稳定跑在你设定的频率下 而是会降低频率和电压 来避开功耗强 所以选显卡的时候 尽量去选择功耗强比较高的 性能上限更高 发挥也会更加稳定 功耗强一般分为两个 一个是默认功耗强 一个是超频式可以拉的最高功耗强 那么要怎么查看你自己显卡的功耗强呢? 我们还是以这张七彩虹的2080 Super火神为例 打开GPU-Z选择Advanced选项 下来菜单当中选择NVIDIA BIOS 这个Power Limit就是功耗强了 Default就是默认功耗强 而Maximum则是最高功耗强 2080 Super火神的功耗强和公版一样 都是默认250W 最高280W 这是因为尹美达的限制 所以为了利用这么强的散热 我们在实践篇的三接当中会聊到怎样去突破这个限制 第三点是核心和显存本身 在20系显卡里 即使是相同型号的显卡 核心也有可能不同 比如说像RTX2070 Super甚至有三种核心 分别是TU104-400 TU104-400A和TU104-410A三种 三种核心的BIOS是不能够通刷的 因为它们的硬件ID并不相同 除了2080 Super以外 其他的20系显卡 如果你想要较大程度的超频 我更建议购买那些带A核心的版本 这些显卡往往功耗强相对较高 但如果你并不打算大幅度超频 那么不带A的也问题不大 而且价格一般能便宜不少 但是注意2080 Super只有一种核心 所以还是具体显卡具体分析 显存方面如果你抽到了三星显存 恭喜你这是最能超的颗粒 如果你抽到了美光显存 那其实也挺好 超频最重要的是开心吧 那开个玩笑 其实超显存能获得的实际性能增益 并没有那么大 那么其实你买到两者都问题不大 而且显存超频其实是有损坏风险的 ETH的矿卡一般就是透支了显存性能 所以才臭名昭著 所以超显存一定还是三思而后行 最后第四点就是显卡的PCB用料和做工了 其实在今天这已经不算什么大问题了 因为大家的严格限制 现在的显卡用料都能够满足它们的功耗墙 除非你需要通过刷BIOS破解功耗墙等等 否则现在你暂时不需要关心这个部分 如果你真的需要挑选一张做工用料都满足折腾需求的卡 你需要看的是外接供电接口数量以及核心显存供电的规模 以这张2080 SUPER火神为例 拆开散热器 你可以看到它有12项核心3项显存供电 双8频辅助供电 这样的供电规格反正你用风冷或者水冷基本上是吃不完的 所以放心超就完事了 软件方面你需要准备一个3DMark和GPU-Z 准备好了咱们就开始吧 那么我们来到实际片的第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咱们主要以省心为主 所以我会介绍两种相对简单的超频方式 不管你买哪个品牌的显卡 基本上每家都会有一个官方的超频软件 比如说像七彩虹这个iGamesZone 打开之后左下角这里有游戏、静音、超频这一个选项 厂商其实做了一个超频预设在这里 你直接点超频 它就会给你的核心加50MHz左右的频率 算是非常安全且简易的超频方式 如果你愿意多等一会儿 你可以打开我们熟悉的这个超频软件 按下Ctrl加F 然后点下右上角的OC Scanner按钮 在弹出的窗口下点上Scan 接下来你就可以先去做顿饭了 吃完之后回来大概就可以完成这个检测过程了 这个超频方式相对比较简单 而且非常稳定 缺点是非常耗时间 频率一般也比较保守 因为一阶的超频不太涉及相对极限的操作 所以不用刻意去做稳定性测试 当然性能的提升幅度也相对保守 如果你还想更进一步 那么请接着往下看 接下来我们来到实际片的第二阶段 这个阶段咱们来用相对简单的操作 来释放出你显卡的潜力 这个部分我们使用大家最常用的一个超频工具来示范 首先咱们打开GPU-Z 按下PCIe接口旁边的小问号 并且开始渲染测试 注意不要开启全屏测试 然后选择GPU-Z的第二个选项 Sensors 第一行就是咱们的核心频率了 其实这个工具是用来测试显卡使用哪种总线带宽的 因为现代显卡都有强大的节能功能 所以在低负载下它们甚至连总线带宽也会摸鱼 而这个小工具我更多使用来查看显卡的最高boost频率 记住现在这个频率 我们待会用的到 接下来咱们打开超频软件 先把power limit 功耗限制拉满 确保功耗墙不会影响我们接下来的操作 接着我们进入设置菜单 在监控选项卡下我们把GPU温度 GPU使用率 核心频率 显存频率 power GPU电压 这几个选项底下的在OSD上显示打开 因为我们第二步是以不牺牲实用性为前提 所以我们在这里仍然使用原厂的风扇策略 接着如果你使用的是10系或者20系显卡 我们把核心频率拉到2050左右 如果是97显卡你可以拉到1350左右 你可以一点点了 并且开着刚才的小工具一直到核心频率达到2055的时候 咱们就可以先停了 咱们先来跑一下3DMark Time Spy 看看稳不稳定 一般来说这个频率都是可以稳定通过的 我们可以在跑完3DMark之后继续超一点核心频率 咱们可以以10Mhz为步进超频 直到不能稳定通过3DMark为止 接下来我们要用到3DMark的压力测试 我们选择Time Spy压力测试 然后把你的核心频率在不能通过3DMark基础上降低20Mhz 然后看看能不能通过Time Spy压力测试 这个过程会很久 你需要坐和放宽 如果你通过了 那么显卡核心频率就算超完了 如果没通过 你可以再降低个10Mhz和试试看 直到通过为止 在跑3DMark的时候 记得时刻留意OSD的显示内容 看一下核心温度和核心频率是不是正常 在每次黑屏掉驱动之后 记得重新应用一遍超频设置 我建议你每条一个稳定设置就保存一次 这样方便之后快速恢复上一步 在这个阶段 如果你想要调整显存频率的话 我建议小幅度去拉500Mhz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相对安全的超频幅度 也能获得一定的提升 因为显存超频相对有风险 所以我不建议在日常使用环境下超很多 而如果你不介意稍微多点噪音的话 也可以通过修改风扇曲线来获得更强的散热性能 最后 如果你想冒着可能会不停重启花屏黑屏之类的风险 即使这样也想折腾的话 欢迎来到第三阶段 不过这个阶段教程只针对10系或者20系显卡 如果你是一个9系显卡用户 这个部分的内容仅供参考 因为9系有更硬核的操作 请不要照着做 三阶我们会尝试在常规的散热前提下 尽可能去榨干这张显卡的潜力 那么我们打开超频软件的设置菜单 按照我这样设置 咱们就可以解开电压调节项了 方便我们进一步超频 接下来咱们回到主界面 既然要榨干极限 那么风扇拉满显示必须的 接着我们拉满电压和空耗 拉电压的时候别怕 这个电压即使你拉满 也只是意味着你的可调范围变高而已 并不会意味着真的会以很高的电压运行 所以放心好了 不会烧卡 都拉满之后 我们按下Ctrl加F 打开电压频率曲线编辑器 在这里的横轴是核心电压 而纵轴是咱们的核心频率 那我们首先来编辑1093毫浮电压下的频率 这个电压是你能买到的10G或者20GN卡的最高电压 调整完这个电压下的频率之后 在它之后的曲线 你把它设置到齐屏就可以了 换言之 当你设置某个电压下的频率 只要后面的曲线是屏的 它就会去这个频率下最低的电压值 作为实际运行的最高电压 那么我们现在先来跑一遍3DMark 你可能会发现 它并不能跑满你刚才设定的1.09V电压下的频率 这个时候就是撞到了功耗墙 那这就意味着 咱们不仅需要设定好最高电压下的频率 这条曲线上的每一个点都会影响实际游戏中的性能 这里注意 20G显卡是以15MHz为步进来调节核心频率的 而10G显卡则是以12.5MHz为步进来调节的 我们尽可能去作为一个相对平滑的曲线 这样性能是最高的 我们可以来做个实验 这个是比较平滑的曲线跑分 这个是比较陡峭的曲线跑分 而它们最高Boss的频率和显存频率其实是相同的 这个差距就是咱们这样细微调整的意义所在了 如果你觉得这还不够 我们最后来讲解一个相对危险但是可以解除封印的操作 那就是给显卡提升功耗墙 其实在9代显卡的时代 提升功耗墙是可以通过修改Bios来实现的 但是实际显卡因为加入了Bios的剿焰机制 所以除非使用编程器 不然你却修改不了显卡的Bios 所以用来破墙的方式只剩下两种 一种是刷功耗墙相对较高的Bios 另一种是硬改PCB上的元件来破墙 那我们这里使用刷更高功耗的Bios来破墙 首先咱们先使用GPU-Z备份一下默认的Bios 打开GPU-Z点击这个按钮 另存为你的Bios 比如说你可以命名为2080s下滑线back.rom 这样即使是刷成砖咱们也可以救的回来 接下来咱们打开TechPowerUp VGA BIOS Collection 界面 那么搜索你对应的显卡Bios 选择对应的GPU型号 这时候你需要去看一下你的显卡后面有几个输出接口 比如这张2080 Super火神的接口是一个HDMI 三个DP和一个Type-C 那我们就要去尽量找这个接口配置对应的Bios 否则的话会相对比较容易黑屏 当然实在没有也是可以尝试的 但是你可能要换几个接口而且比较危险 然后你需要查看一下这个Bios的功耗 尽量选择功耗强相对较高的Bios 选择好你满意的Bios之后 咱们点进去这个下载页面 找到左边的Bios Flashing 下载最新的NV Flash 之后把它解压到C盘NV这个文件夹里 把你下载的Bios也放在这个文件夹里 改一个比较短的名字 这里我就改成了2080s.rom 接下来我们右键开始菜单键 选择管理员模式的PowerShell 先输入CMD回车 然后输入CD 空格C 冒号 斜杠NV 进入咱们刚才的目录 然后输入命令NV Flash64.exe 空格-6 空格2080s.rom 回车 然后一路输入外 开始刷写Bios 刷写完成之后 它会提示你重新启动电脑 重启之后 咱们就可以重复之前的操作 来试试看破开了功耗墙之后的超频了 最后还是再说一遍 刷Bios来破墙这个操作属于相当危险的操作 如果你没有十足的把握 建议不要尝试 Bios刷过的显卡可能会不保修 而且如果Bios选择的有问题 你可能就会永久失去你亲爱的显卡 请务必小心 这个阶段的超频往往是用来跑个分的 使用意义并不大 所以如果你只是想跑个分 你可以往期限去推 但如果你还想稳定运行游戏 那么你还需要去调整一下风扇曲线 并且通过3DMark的稳定性测试 去微调频率曲线 这会是一个相当耗费时间的过程 一定要有耐心 那么我们超频最后的结果呢 是这样子的 那么咱们这期关于英伟达显卡超频的教程就到这里了 祝大家超频愉快 白嫖到硬件的隐藏性能 而关于显卡超频其实还有很多有趣的玩法 比如说降压超频 在限制功耗内超频等等 但因为这些并不算是常见的玩法 我在这里就不多涉及了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自己去探索一下这些玩法 也感谢七彩虹提供了这么带劲的一张RTX2080 Super火神 让我来演示超频 尤其是这张卡的散热给我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 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长按点赞键来个一键三连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